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 今天节目要探讨的主题呢 是继续要来延续上礼拜有关于中国这个十四五计划的一些讨论 上礼拜主要在谈的是中国的这个双循环到底会不会成功 那我想中国在这两年多来面对了不少的这个挑战 那首先当然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所推行的所谓的高关税的这个政策 所引爆的美中的贸易战 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呢 我想到现在美国未来新的总统就任以后 是不是这个美中的贸易冲突会持续 或者是说就维持这个样子 那有没有可能解除 我想这个东西目前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你可以预期得到的是 任何一个新的总统上来 或者是既有了这个总统继续做呢 都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 特别是对新的总统而言 我为什么要去取消这样的一个政策 如果这个政策对美国目前来讲 他没有一个真正伤害到美国自己主体的这个产业的话 我为什么要去取消他 所以他到底会不会取消 其实目前并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 那比较重要的是说 在这个美中贸易冲突之下 首先因为我想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低毛利的这个厂商而言呢 他们对于高关税会是非常敏感的 换句话说 假设我低毛利的这些厂商 如果我可以透过代工 然后获得比如说10%的这个报酬 10%已经算是非常高 那美国总统川普 他现在对你克一个15%的进口关税 等于你赚不够花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他必然就会加速很多厂商外 这个是我们在节目之中有提到的 所以当面对这个美中贸易冲突的时候 厂商的外移自然就会对于中国的这个双循环 产生一个负向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当厂商在外移的时候 这一个特别是以出口为导向的 这个中国的经济模式 或者是我们亚洲经济模式 自然受到影响就会比较大 因为出口是我们许多国家 賴以经济成长的主要的这个动力 所以一旦出口部门慢慢消退以后 失业的情况就会慢慢产生 那这样的效果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 会是更明显的 除了这个美中的贸易冲突以外 我想更严重的 是由中国所爆发出来的这个武汉肺炎 首先是造成中国本身在这个供应链的锻炼 我想这个在我们节目一开播以来 开播的第一天 我们就讨论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对整个中国以及对世界经济的一个影响 那目前看起来大家可以看到 欧洲许多国家 特别是像法国英国都已经 这个二度再继续做所谓的封城 因为他们已经产生所谓二度扩散了这个疑虑 所以当这一些不管是法国还是这个英国 这一些欧洲国家 当他们面对疫情的二度肆虐的时候 而采取所谓的封城动作 对于这些国家过去所赖以为生的观光 或者是这些国家 他们过去对我们亚洲国家的一个需求 我想都会大幅的减少 那甚至是这个消失 那以美国目前的情况来讲 这个整个肺炎疫情的冲击 对于这个美国的经济 我想还是非常大的 许多人也认为这个 有可能是美国总统川普 在这一次选举结果不佳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 而且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肺炎疫情 这样子持续恶化的时候 目前尚不可控 那其实大家可以预期得到 目前来看的话 对于中国的出口来讲 它还是会有很大的伤害的 那第三个呢 除了中国自己本身的锻炼以外 它对于整个世界产生这样的负向影响 那再加上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所谓的科技的管制措施呢 其实又在恶化中国的一个经济自主研发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从这个双循环的一个论点来看呢 如果国外的循环没有办法持续 也就是说我的出口没有办法持续 对于这种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家 他们自己的内需也会受到伤害 那当内需受到伤害的时候 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带动自己国内的经济的大循环 那以及国外的一个大循环 透过这样双循环的方式 来驱动像中国这样经济体的一个经济成长 这样的一个逻辑就说不太通了 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双循环 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变成二性循环 那还会比较合理 如果它变成良性循环 我想中国的这个官方可能要再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述 那我们刚讲到科技管制的一个影响 在这一次十四五计划里面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技术自主 中国用词叫做自立自强 那要建立一个可信赖的或可控制的 对于中国自己本身而言 他们的供应链一直是中国自己本身的一个期待 可是这样的期待呢 其实当你面对美国的技术管制的时候 你第一个遇到的难题就是说 我有没有办法在美国科技管制之下 去发展一个自我的自主的这个技术 然后发展出一条自己的供应链 我想如果要发展自己的供应链的话 自己的技术的话 首先就会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在节目中一开始的时候 所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资本管制的问题 资本管制会对于厂商的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我想只要有能力的外商 有技术知识的外商 他在面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资本管制之下 好的厂商是不可能会再继续进去中国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钱可以很容易汇进去中国 但是我的钱赚了钱以后 那要汇出中国是相对比较困难 而且这个汇对的成本其实也越来越高 因此在这样情况之下 对于许多厂商而言 他是不可能会想要进去这个中国的市场 那这一个这个路径呢 自然就限制了中国的厂商 向外国厂商学习技术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这对中国在科技要技术自主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一个面临的挑战 那我们要这个从事技术研发的话 我想人才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当你在这个人才方面 中国过去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 对中国积极的经济的一个管制 导致中国经济的下滑 还有中国对香港的一个 这些都其实造成了许多人 慢慢的不是往香港去 而是慢慢的想要离开香港 甚至是离开中国 那我想当我们在想要做一个好的技术的时候 技术最需要的除了资金以外 重要的是人才 那我想就这个资本而言 以中国国家的力量 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去发展自己所需要的技术 这个是没有疑虑的 但是他有没有办法雇用到好的人才 来帮他生产或是研发新的技术 我想这个是中国的技术 能不能自主研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好的人才没有办法继续进去中国 那中国自己本身也限制他们自己的学生 包含不能来台湾就学 包含美国也直接限制中国的学生 到美国去的这个个数的话 其实都影响了中国的一个人才跟外界交流一个机会 在许多的技术研发需要边做边学的情况之下呢 那中国这样的管制措施 以及中国过去在国际上所留下不好的一些名声 都使得外面的人才不可能再继续进去中国 也使得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才 要进去一些主要的先进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难度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说 中国的这个人才有可能会进行所谓技术的这个窃取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没有获得明确的改善的话 我想中国在自主研发这块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过去之所以可以在这个技术上 可以不断的研发 然后创新 最主要还是在于 你可以说我是用仿冒式的创新 或掠夺式的创新 但是当你的技术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的这个所赚取的利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如果你要再用一样的方式 或者是用使用技术不付钱的方式 来用这些技术的话 我想都是这些主要的先进国家所不允许的 所以对于中国在未来 一方面外国的人才如果没有进去 二方面自己的人才如果没有到外面来学习新的技术的话 那如何让自己的技术可以自主研发 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在观察中国十四五计划中 它有没有办法达到自主研发能力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想这是各位听众朋友 在看十四五计划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会影响技术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哪里呢 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来自于 技术可以分为硬体跟软体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硬体 硬体的研发 主要还是来自于你有好的人才 然后你有一些技术的累积 透过边做边学的效果 那你当然还是可以研发出比较好的技术 然后开发出比较好的产品良率 可是就软体而言 最重要其实是环境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本身可以营造一个还不错的这个软体研发这个环境 供这些软体的人产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面好好研发出好的软体出来 可是不要忘了 当这些软体被开发出来的时候 在软体的使用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叫做网路外部性 那这个网路外部性 它到底会怎么样去影响中国在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的一个开发呢 我想这个是我们下一段节目里面 我们要继续来关心的一个重点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后回来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岁末年中 央广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半到十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的感谢听友网友的收听与支持 举办听节目抽好康 《这样看中国》岁末送好礼活动 只要写下一百次以内收听 《这样看中国》节目的感想 并附上您的姓名、地址与联络电话 在十月十五号前 寄到活动电子邮件信箱 2020.rti.org.tw 或2020.0203.news.gmail.com 就有机会抽中央广今年度的QSL卡一套 和故宫文创书签等好礼 特别的好礼送给特别的你 活动将抽出三名幸运听众朋友 欢迎踊跃参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您现在说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技术研发的网络外部性而言 我们先再回来看一下 这个边做边学的效果 其实我想在台积电的身上 我们是看的最明显的 像不管是这个Intel本身 或者是像这个韩国的三星 他们都希望可以超车这个台积电 特别是韩国的三星 那因为他看到台积电在目前这个半导体的代工领域上 已经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力量 具有比较强的定价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他的产品的良率做得很好 而且产品的技术也越来越往上提升 因此韩国呢 他就要跳过前面台积电已经研发过的一些相关的制程 直接想要来挑战这个台积电目前比较新的一个制程 挑战到目前为止 我想钱也不会是韩国厂商所需要担心的问题 因为过去台积电 他就是慢慢的这个透过边做边学的这个效果 他自己所雇用的研发人才 在每一个制程上面 他们的经验累积 都累积来为了下一个新世代的制程的开发 所以台积电的开发出来的产品的良率呢 也远远会比相同类型的厂商好上许多 三星如果为了只是要弯道超车 而跳过前面一些相关制程的研发 就想要把最新的制程做出来的话 我想这个挑战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最主要还是过去没有好的经验的累积 那我想这个是台积电目前的一个优势 所以回到中国的这个例子 中国过去在半导体的这个代工上 他们也希望可以做出好的这个晶片 就像这个华为的创办人 任正非所讲的 他说目前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是说 华为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些晶片呢 但是中国的厂商并没有能力去帮你生产 这个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之中也提过 那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研发的问题 其实就是所谓的网络外部性的问题 网络外部性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软体上面是最明显的 我想这个美国在管制这个Google以后 限制华为的手机搭载Google的这个作业系统 会使得华为的手机要卖到国外 就会相对困难许多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消费者 我们使用任何品牌的手机 最重要的都不是那一只手机而已 还有他可以用这个系统 如果他的系统是用Google 那当然对大家来讲 那是非常习惯的 可是如果今天华为这个告诉你说 没关系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用Google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用 我自己所开发出来的鸿蒙的系统 如果假设 全台湾就只有我一个人 拿华为的手机用鸿蒙的系统 我周遭的朋友他们都没有用鸿蒙系统的话 我去用那个鸿蒙系统 所带给我的好处 其实是相当相当低的 就像如果我们所有的人 大家都用WeChat 其他只有一个人用LINE的时候 那你可以想象在中国的话 那这样我用LINE的效用也会相对比较低 反过来讲 当你到台湾来的时候 大家都用LINE的时候 很少人用WeChat的时候 这个时候使用WeChat的人 他的效用也会就会比较低 那这个表现在哪里呢 就表现在每一个人在聊天上 那我每天会去点开打开的这个APP 所以网路外部性的效果呢 就会面对到中国当它除了硬体受到一些管制以外 这个软体像这种鸿蒙作业系统呢 因为Google作业系统受到一些管制 所以华为就想要启动它自己的作业系统 可是当你的系统不好用的时候 就会面临一个问题的 消费者就不会继续用你的产品 它会选择去用其他可以搭载Google产品的这一些手机 所以如果鸿蒙系统它没有办法 这个享受所谓的网路外部性的话 我们不能说鸿蒙的这个系统 它一定没有用 或者是它一定会消失 但是你可以预期的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如果消费者要使用鸿蒙的系统 除非它一辈子都不会想要离开中国 或者是它离开中国到其他国家 旅行或念书的这个时间 是相当短暂的 所以反正即使我未来就会 我都会留在中国的话 那我用鸿蒙的系统 对它一想 我想影响会比较小的 因为中国要利用国家的力量 去帮华为部件所谓鸿蒙系统 所需的相关的基地台 或相关的这个生态链 我想都不会是问题 但是一离开中国 我想就没有任何的消费者 或任何的政府 会有义务去帮你鸿蒙部件 应该要有的一些相关的设施 或者是帮你去推广鸿蒙这样的作业系统 那所以从这个网路外部性的效果来看 这一个新的这个APP的相关研发 会因为网路外部性的缩小 而不断的缩小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华为的手机要面对的挑战 还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当华为 它唯一可以搭载的这样的作业系统 是不能用的 其实它就会间接影响到 华为手机的一个产量 因为我买你华为的手机 我就一定要用鸿蒙的系统 可是我用鸿蒙的系统 我又不能到世界各地到处去用 所以我为什么要拿华为的手机呢 我就不要拿华为手机了 我还是去买OPPO的手机 或者是我去买这个小米的手机 我买好一点的三星的手机 或Sony的手机 甚至我们台湾宏达店所生产的这个HTC的手机 我想这些都是选择 但是再怎么样选 受到网路外部性的影响 我想华为的这个手机的需求 一定会大幅的降低 那如果我在硬体方面 面对任意百度因的这个效果 我在软体方面面对这个Network Effect 就是所谓网路外部性效果的一个威胁的话 其实中国目前想要做技术的自主研发 我想这个困难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当然有可能会比前面我们在讲的 这一个双循环来得好一点 因为双循环 其实双循环的目的主要是要 依赖我自身的消费能力 但是不要忘了 你的自身的消费能力 会受到你自身的所得的影响 那你的自身的所得 在这种以出口为主的 出口导向的国家而言 这些薪资 这些所得 有可能都是来自于出口部门的一个贡献 因此当你的出口部门消失的时候 你最终还是会导致 你的国内循环是起不来的 那除了双循环的这个论点以及技术自主的论点 那其实在十四五计划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想要把一带一路把它优质化 那什么样叫做把一带一路优质化呢 大家可以知道 目前在一带一路上的一个国家 其实普遍而言 像除了马来西亚以外 多数的国家 它的经济 这个开发程度 或经济的成长 并没有表现的太好 换句话说 会来跟中国合作的这一些 一带一路上的这些国家 他们对于中国资金的一个渴望 都是相当大的 因此当中共这个政权希望可以去 这些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帮他们盖一些基础建设的时候 我想这些国家都非常欢迎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当所有的这一些国家 他们被中国盖了基础建设以后 不为这些人民所用 那我想最终还是会造成人民的反弹 比如说我到石子山这个国家去 我盖了一个新的国际机场 但是如果我石子山的人民 普遍都比较贫穷 那我其实没有比较咸语的时间 可以出国的时候 你帮我盖一个国际机场 对我整个国家的经济 或对我整个国家的这个生产力 会不会有效果 我想这个帮助是非常有限 所以我想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 要优质化之前呢 应该先看看 有没有办法提出 真的符合当地的一些需求 再来盖这些相关的基础建设 否则对于这一些 一带一路上的这个国家而言 中国去帮他们盖了更多基础建设 充其量他只是会增加基础建设而已 对于整个国家生产力 是不会有帮助的 特别是在最近 我想很多人都会听到 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比如说像辽国 那因为他依赖中国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基础建设 但是建设好了以后 我却没有办法付出钱来 所以呢 目前你可以看到 像辽国就把他其中的这个电网呢 他可能就交给了中国 因此这个中国就控制了辽国的电网 那辽国获取本身的经济状况不太好 但是中国如果他已经打好算盘 希望可以透过跟辽国的这个合作呢 那来获取这些一带一路上的商业利益的话 其实中国还是会跃跃欲试的 如果你一个国家的电网 你会受到他国的影响的话 我想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的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 这么重要基础建设 像电网这样的东西 会因为我基欠债务还不出来 然后我就必须要把它交给另外一个 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信任的国家 那我们来看 这个没有办法好好信任这件事情 其实这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也就是说当这些中国的厂商 中国的政府 他们去盖了一带一路这些建设以后 盖出来建设又不为所用 但是一旦盖好以后 你付不出钱来 这个债务国呢 我又必须要自己想办法 拿自己本身实体经济的相关设备 出来跟你做交换 比如说辽国现在的电网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这个东西对于相关的 这些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长远的发展 其实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那其实最重要的 如果中国的政府 在一带一路上的态度 继续采取所谓掠夺式的投资 掠夺式的这个经济成长模式的话 其实对中国的十四五计划 它会是一项很大的打击 什么叫做掠夺式的这种经济成长模式 意思就是说 我为了要让我自己的国家更壮大 我必须要去跟我合作的国家 掠夺他们 夺取他们的资源 那我想这个部分 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我们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这个跟过去台湾一直在谈的 新南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希望的新南向是说 可以跟这些国家一起合作 让这些国家可以帮助 像我们台湾的厂商 或对于我们台湾的产品 有更高的需求 这个才是台湾所需要 那这也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它才会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如果持续一带一路 这样恶化下去 掠夺式的一些思考会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 与中国想要好好交往的这个厂商呢 它必定会减少 如果减少的话 又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逻辑 就是我在技术的研发上 我就吸引不到好的人才 我就无法吸引好的厂商 那没有好的人才 没有好的厂商 你如何能够继续从事 所谓的技术自主呢 我想这个是比登天还难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跟这些 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没有好好的相处 造成不好的国际的社会观感 那我想也会间接使得 大家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对于中国产品的依赖 也会进一步的降低 那这个当然就不利于 中国的一个产品的出口 以及中国跟世界的交往 那对于这个双循环来讲 它会产生一个不良的一个示范效果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探讨的主题 还是继续来讨论 十四五计划 它的可行性 以及它所可能未来会面临的一个挑战 我是主持人参与方 谢谢您今天的收听